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 我是李明 美人鱼到底是真实的存在 还是美丽的传说呢 这个问题到今天依旧还是莫中一世的 其实有关人鱼的记载和传说 并非西方独有 中国的《山海经》 《搜神记》 《树意记》等史记中都有记载 对人鱼的描述有正面的 也有负面的 现存最古老的记载 是古巴比伦的海神伊亚 伊亚的形象被描绘成长着人的躯干 手臂和头 下身却是鱼的尾巴 而最早的美人鱼传说 则是亚述人的生育女神阿塔格提斯 相传那 女神不小心杀死了她的凡人情人 痛苦中跳进了湖中 变成了一条鱼 因为女神太美丽了 湖水也无法掩盖她神圣的美丽 所以女神只是从腰部以下变成了鱼形 最正面的也是流传最广的 就是丹麦著名的作家安图生笔下的小美人鱼了 她为了爱情 宁愿在清晨的第一道阳光中化作泡沫 她那超越生死的无私感动了无数的读者 最负面的就是古希腊诗人河马在史诗《奥德塞》中 关于人手余生的海妖赛任的记载了 赛任用惊人的美丽和悦耳的歌声引诱水手奏向灭亡 在东欧的传说中 美人鱼被认为是年轻女性的鬼魂 她们悲惨的死去 潜伏在水中或水边 让倒霉的年轻男子酌迷 然后用幽灵淹死他们 当然了 这类记载还有很多 今天就不一一列举了 神奇的是 2023年的6月 一位年轻的美国渔夫 居然说他听到了美人鱼的歌声 更诡异的是 随后他就被美人鱼给钉上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位美国小哥名叫Ryan Coleman 在Fort River出生长大 目前住在美国马省的New Bedford 他常年在渔船上工作 每年要在海上度过大约200天的时间 因此经常就随手拍摄海上所见所闻 作为消遣 上船往上 一天在甲板上 Ryan听到了一种类似海豚或鲸鱼的叫声 但是又觉得 与他之前听到的海豚和鲸鱼的声音 并不一样 几天后在夜间出海时 他又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类似女人的尖叫 很瘆人 Ryan一边拍摄视频一边说 这到底是啥声音啊 他尝试着 把一个螃蟹丢进海里 结果螃蟹居然被扔回来了 他实在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惊恐的把嗓子都喊哑了 你们都看见了 我刚才把螃蟹扔出去了 扔出去了对吧 这是在逗我吗 这还没完 他完成工作上岸了后 居然还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就像是被跟定了似的 Ryan于是就把随手拍摄的视频 全部都上传到了网上 没想到迅速就引发了网友的忍意 不少的网友就表示 莫不是录到了传说中的美人鱼的歌声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 就完全进入悬疑片的桥端了 首先就是Ryan的TikTok账号被禁言了 然后美国政府又找上了他 再后来他出车祸了 还好轻伤人没事 故傻到这儿本应该就结束了 不过Ryan随后又上传了一个视频 是一个通灵的女子 用一种古老的通灵巡水术 向去世的祖父询问Ryan 遇到的到底是不是美人鱼 没想到啊 故事的结局竟然反转了 通灵的回答竟然是 他遇到的不是美人鱼 于是网友们就困惑了 美人鱼到底存不存在呢 李明今天带给大家的答案 就恰好相反 李明获得的资讯呢 是从一位具有宿命通修行人的 真实轮回的经历中得到的 这位修行人 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真实的姓名 我们且称他为小华吧 在三界之外 有一个穷华世界 法王是穷华仙子 穷华仙子预知 不久的将来 创世主将临凡传法 为了与创世主结缘 就安排自己下凡人间 等待机缘 穷华仙子的小仙童 到仙草用的仙楚 见主人下凡 也跟着溜下界来 转身到了东海彭来仙境 当了一个仙桃 一天北海仙长云游致死 吃了仙桃 吐出的桃盒就悄悄的溜进了莲花池 池中一只大棒张开了棒壳 正在沐浴仙界的光滑 露出了雪白的棒肉 桃盒便躺了上去 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这一觉醒来 桃盒就被棒肉给裹住了 这一果就是两百年过去了 桃盒就变成了一颗大珍珠 一天蓬莱仙境大宴众仙家 这颗大珍珠感应到了宝器 就离开了大棒 来到了华阴殿外 随仙月翩翩起舞 宝珠仙子感应大珍珠 非同寻常 肩负使命就招他进殿 光滑仙子一见便说 此珠非同寻常 待我给他加持 祝他成功 众仙家就给大珍珠 取名为光滑宝珠 不久两位仙子再次前来 对光滑宝珠说 你的使命即将开始 速速下界吧 光滑宝珠叩拜了两位仙子后 就在两位仙子的注视下 直坠红尘 此时的下界 武王伐咒灭伤成功 正在封赏功臣 光滑宝珠直坠封赏宝物的托盘之中 武王将姜子牙封在了靠近东海的地界 这就是后来的奇果 还赏了姜子牙若干大珍珠 这光滑宝珠就在其中 姜子牙回府后 把玩赏赐的珍珠 发现光滑宝珠格外的不同 就留下了他 带着他来到了封地 将其他的珍珠都赏了他人 一天姜子牙已暗沉思 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境 梦境中出现了一个人 超凡脱俗 细看发现 此人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却是鱼 他自称是上界文奇纳天国神灵 因冒犯天规被贬凡间 能知晓世上变迁 如今水里少了怨气 知道新君姜子牙并非一般凡人 特来请求赠一宝物 做正海之宝 姜子牙生心仁爱 就将光滑宝珠赠予了仁鱼 仁鱼大喜 结果宝珠扣鞋说 我意在得此珠 蒙宁大度赠送于我 助我修行 日后必有重谢 说吧 尾巴一摆 白浪铺天而来 姜子牙一惊就醒了 再看岸上 宝珠果然不见了 光滑宝珠本来就来自仙家 灵性非凡 进入海底后 被文奇纳人渔国 视为正国之宝 常年由长老守护 经过历代人渔的诚心叩拜 渐渐的就能显示出图像来 能提前看到人世上的 急凶盛衰 指点人渔 岁月幽远 文奇纳人渔国 经历了许多的过往 一年 宝珠显现出一位气宇宣昂的帝王 威德赶召四方 守护宝珠的长老 接受到宝珠传递的神议 最小的公主露西 神父使命 大有来头 为了人渔国的未来 小公主 需与这位帝王结缘 长老从光华宝珠那 接到神议后 赶紧去禀报国王 如果小公主 能见上这位帝王 就算结上缘了 并且再三嘱咐说 一定要记住 这位帝王的明慧 李世明 千万别结错了缘 于是 人渔国王便根据光华宝珠的指尖 自己先到岸上 寻找一位忠诚厚道之人 将小公主托付给他 带上陆地 光华宝珠与人渔国王说话间 这人间转眼就到了隋朝末年 这年夏天 有一个叫卡奇的流浪青年 来到了东海边 间有个人倒在了海滩上 极度虚弱 身体亏赖 卡奇心想 这人好可怜啊 就跑去弄水和食物喂他 也不嫌他一身恶臭 就这样照顾了他二十多天 一天 这个人的精神突然好了点 他就从怀里掏出了一个 黑色的钝形铁片 放到了卡奇的手中 卡奇一看呢 这钝形铁片上 依稀克制余吻 这人就告诉卡奇一句咒语 让他记住 并叮嘱他 千万要保存好 一天后 这个人就去世了 按照这个人的交代呢 卡奇就将他洗净 放入了海中 只知被海水淹没 突然卡奇发现 那人淹没的地方 竟然冒出了许多银色的泡泡 卡奇在海边待了一天 想了半天 最后决定去外地闯荡 闯荡了几年 因为个性过于散漫 什么都干不长久 最后呢 还是只好回到了东海边 一天去海边 卡奇不由的 就想起了几年前的事 就拿出了那个钝形的铁片 念了一遍咒语 咒语声刚落 那钝形铁片突发神力 带着卡奇就向海中冲去 途经之处 海水纷纷让道 卡奇大惊 来不及细想 就被带到了一块巨石面前 那钝形铁片自动贴到了巨石之上 巨石旋即放出白色的光芒 显现出一扇门来 门自动打开了 这时钝形铁片瞬间化作了分水罩 护住了卡奇 这样它就可以在水里自由的活动了 进入石门 眼前出现了一个广阔的海底世界 许多人鱼在猎队欢迎他 卡奇惊得目瞪口呆 心想 传闻海里有人鱼 原来是真的呀 这些人鱼 无论男女 都极为纯净美丽 黑头发 黄皮肤 是东方人的形象 男子唇边长着胡须 很像鱼须 一个头戴王冠的人鱼走了过来 卡奇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不就是自己救的那个人吗 原来呀 他就是人鱼国的国王啊 国王再次向他表示感谢 盛情款待 请他欣赏人鱼优美的舞蹈 由小公主露西来领悟 卡奇心想 这个小公主真是个出色的舞蹈家呀 在海底待了几天 了解了人鱼的世界后 卡奇就准备告辞了 临走的时候 国王就对他说 您是一位好人 非常好的人 我有一个请求 希望您能答应 卡奇很自然的就点头答应了 国王说 我的小女儿露西公主 肩负着我们人鱼国的使命 要去人间牟利 希望你能在人间照顾她 我会安排好一切的 随后国王就叫来露西 卡奇惊讶的发现 此时的露西已经变成了人的样子 下半身有了两条腿 卡奇告别了人鱼国王 被露西领着摆到了陆地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则商业信息 今天礼您带给大家一款网络爆红的卸妆膏 如果您是一位爱美的女士 这款卸妆膏一定是您日常的必备 如果您想在太太或女友面前 证明您是一位暖男 那么这款卸妆膏就是您成为暖男的标识 大家看这款卸妆膏的设计极为特别 采用了旋转隔离设计 让产品保持干净 不滋生细菌 能避免卸妆膏卡在指甲里 十分方便喜欢美甲的女性朋友 只要逆时针转动卸妆膏的盒子 取湿量涂抹在面部 也可以沾一点点水 用手的温度将卸妆膏溶解乳化 然后在脸上打圈按摩 再用湿水充分的洗净 这样就可以了 使用后皮肤水润不紧绷 适用于所有的肤质 赶紧点击描述栏中的链接 下单抢购吧 结账时一定记住输入主持人折扣码 这样您才能享有八五折优惠 下面我们就继续今天的话题了 西元626年唐太宗里是明登基 路西对卡奇说 我想见皇帝一面就心满意足了 于是卡奇就带着路西去了长安 来到长安后路西夜叹皇宫 发现皇宫有金龙守护 不敢轻易冒犯 就打消了夜闯皇宫的念头 回来后路西对卡奇说 人间有种说法 这一世的愿望不能实现 来生地会实践对吗 卡奇说 也许吧 我给你去问问 第二天呢 卡奇就来到了寺院 去问了一个小和尚 小和尚说 是的 卡奇回头就告诉了路西 路西就说 我真希望见皇帝一面 这是我的使命 如果我死了 你千万不要伤心 死就是生 卡奇呢 似懂非懂的 就点了点头 半个月后 路西果真发高烧 就死了 随后呢 路西的元神 就转生到了一户贫苦的人家 是个女孩 不过呢 这家太穷了 到了女孩七岁的时候 生活就难以为继了 这时正好唐太宗的堂弟 江夏王李时道的府上 在招买女仆 父母就将孩子 给卖到了江夏王府 取名姓儿 姓儿十分机灵 春朴可爱 只比江夏王的树女红尔 小了两岁 就做了红尔的贴身侍女 红尔就是后来的文成公主 七年后 文成公主入葬 姓儿作为贴身侍女一同入葬 启程西行那天 太宗皇帝清帅臣子相送 姓儿终于见到了太宗皇帝 了却了人与国的一大心愿 话说路西死后 卡齐按照路西的交代 故车将路西的身体运往东海 在日落时分送入了海中 不过呢 这次他却没有看到任何反应 没有看到冒出银色的泡泡 在以后的岁月中 卡齐时不时的就会想起路西 感念她的美丽与青春 也时常想起海底世界的人鱼 时间来到明朝时期 卡齐转身到了南海 成为了南海卡齐纳人鱼王国的国王 南海卡齐纳人鱼王国 虽然也没有东海文奇纳人鱼王国的历史悠久 但在卡齐当国王的时候 也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时间来到了京市 洛西公主与卡齐再次相逢了 洛西公主就是这位修行人小华 卡齐就是小华京市的大侄 分享到这里 大家觉得人鱼是否真的存在呢 小华转身的洛西公主 为了完成使命 在变成人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两只脚就像踩在刀子上一样 她的这个感受 和安徒生所写的美人鱼的故事里面的 美人鱼那种感受 是一模一样的 小华说 安徒生笔下的人鱼 并不是她凭空想象出来的 那是她自己曾经的真实感受与经历 因为安徒生自己就转身过人鱼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有心赞助我们的朋友 可以在频道的下方点击赞助链接 您的资助对我们团队而言 就是血中送炭 能让我们底气更足的 传递宇宙的人像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由你 分享视角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好了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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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